元素周期表依原子序大小排列,下列叙述哪些正确? A.鲁足元素,其电幅度由上而下地减,正确 B.第三周期元素的原子半径,由左至右地减,正确 同周期的元素,原子序越大越往右边,核内的针电荷越多 对核外电子的吸引力越大,所以半径会越小 C.相同元素的原子,每一个原子的质量数皆相同 例如说氢,它有三种同位素分别叫做氢,刀,以及穿 那它们都是氢,但因为原子核内的中子数不同 对氢来说原子核内没有中子,刀原子核内一个中子 那穿原子核内有两个中子 那直子的数目都是一个 中性的时候电子的数目也都是一个 所以同样都是氢,但是它们的质量是会有所不同的,因为有同位素存在的关系 所以C是错误的 核同一周期的元素,其第一游灵能后一个元素的值一定大于前一个元素的值 同周期的元素,它们的游灵能大小越往右 应该是会越大的,但是是呈现矩尺重的增加 意思是说1A应该是小于2A,小于3A,小于4A,小于5A,小于6A,小于7A,小于8A 但是对2A以及5A这两组来说,因为2A的S轨域全满,5A的P轨域拌满 那要将全满的轨域电子拿走,或是要将全部拌满的轨域电子拿走 所需要的能量会稍微高一些,因此2A的游灵能会比3A的游灵能稍微大一点点 5A的游灵能也会比6A的游灵能大一些些 所以同周期元素不一定是后面一个元素的值,会比前面一个元素的游灵能还要来的大 2A、3A跟5A、6A是两个例外,所以租选项是错误的 1,同一周期的元素,一个中性气态原子,获得一个电子所释出的能量,以鲁足元素最大 意思是说,题目要询问我们的是,中性的气态原子得到一个电子的时候 形成气态因离子,那这个式子的反应热是哪一组的元素会最大 我们可以把这个式子想象成是游灵能的逆反应 那更正是电子氢核力的逆反应 那对电子氢核力来说,同周期的元素以7A族的电子氢核力最大 故7A族的元素在同周期的时候获得一个电子 那需要会释出的能量应该是最多的 所以E选项是正确的